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已经5月份了,天气暖和一点了 今天我们去Costco逛逛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今天逛的还是芝加哥北郊的这个Costco 天气很好,很暖和,很舒服 刚进门就看到了Vital Proteins的这个胶原蛋白 它有一个是没有flavor的 就是没有味道的 另外一个是巧克力口味的 蓝色罐子这个是没有味道的 可以添加到Smoothie里面 比如蓝莓、草莓、加冰 再加这个胶原蛋白 再加水或者牛奶 打出来Smoothie非常好喝 也非常健康 比亚马逊的价格便宜了40% 非常不错的一个deal 还有巧克力口味的就更加简单了 这个在早餐或者是下午喝牛奶的时候 热了牛奶把它加到牛奶里面 喝巧克力奶就可以了 而且同时呢也是补了胶原蛋白 每两勺20克里面 它含有18克的蛋白质 含有100%我们所需要的维他命C 以及80毫克的玻尿酸 对我们的关节、支架、头发以及皮肤的弹性 都非常有好处 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 花都摆出来了 特别的漂亮 如果母亲节买花最好是大清早 或者是前一天就把花买好 要不然到中午下午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 绣球花都摆出来了 粉色和紫色特别的好看 在Costco买这种盆花和植物最好是赶大清早 因为到了下午 好看的就剩的不多了 在我们芝加哥和大部分的北方地区 买花一般都是在五月份以后 不然如果在五月份之前的话 可能会下雪 就会把花给冻死了 每个季节的花花草草都不太一样 Costco选的这些呢 一般都是比较容易养活的 兰花特别漂亮 选的也非常的不错 兰花的花气肠好维护 放在家里也非常养眼 Calm的天然离子美粉冲剂 这个周末到9号为止呢 还有5块钱的折扣 补充美元素非常重要 美的功效有安神 助睡眠 减轻压力 缓解偏头痛 减缓便秘 缓解经济不适 调节血脂 预防高血压等 这是粉末状的冲剂 浴水之后会和配方里面的 神经舒缓和睡眠 那第二个呢 就是对于我女儿的便秘 小孩子 尤其是小姑娘 有些呢 就特别容易有便秘的状况 喝的水里面 加一点点这个美 它会比较容易 舒缓它这个便秘的状况 而且它的味道 小孩子比较容易接受 有点像他们喝的Lemonade 除了美之外 它还加了柠檬酸 天然的柠檬和蔓越莓的味道 它的甜味是来自于甜叶菊 没有加糖 户外用的地毯 现在有折扣 5块钱off 这个地毯 其实非常有用 因为美国长大的小孩子 都喜欢光着脚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在阳台上面 或者是 如果后院是水泥地的话 放一块这种地毯 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折扣是5月23号截止 还有两周的时间 不远处有这个游泳池里面的这个玩具 这个其实去年我们就买过 我们买的是不同的动物 但是今年这个动物也都很漂亮 这个玩具 小孩子们都非常的喜欢 他们在游泳池里面玩的时候 都可以抱着它的 大小孩 小小孩 都很喜欢 它里面填充的是泡沫塑料的小颗粒 坐着其实也很舒服 比如说带孩子们出去玩 它也可以当一个坐垫带着 但是有一点 我们这边沙滩的救生员 不让孩子们用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安全考虑 就是在沙滩这边的安全考虑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这种救生衣我们也买过 但是小孩子们都觉得 穿这种救生衣太勒了 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这个救生衣的用处 并不是很大 而且小孩子长得特别的快 我儿子的那个救生衣 只穿了一次就没用了 后来就捐掉了 夏天快到了 虫子和蚊子就会特别的多 这种驱虫喷气非常的有用 大包装的很划算 而且呢 放在门口 放在车上 放在旅行包里面 随手拿出来就喷了 非常的方便 小孩子们去农场玩的时候 也是一定要喷的 农场的跳蚤 虫子都特别的多 Sketcher这个凉拖鞋 是在coupon book上面的 我特地拿出来看了一下 但是我看到它的质量之后呢 我就觉得特别的失望 它的鞋面材料粗糙 它的buckle很薄 它的鞋型看起来挺老气的 这个鞋子的原版是birkenstock Sketcher是copy了birkenstock 但是它的柔软程度 舒服程度 以及鞋子这个外观 都不值这个价钱 旁边的这个29块9毛9的 Adidas的女士运动鞋 它的鞋型就看起来很漂亮 它的鞋型看起来秀气收脚 而且它的颜色搭配也非常漂亮 鞋子里面脚底是记忆海绵 它的鞋面是网面 透气 春夏穿非常不错 做工很漂亮 鞋底中等防滑 适合每天走路和基本的鞋锻炼 六号半是我的号码 试穿的感觉也非常不错 很舒服 脚踩上去之后 弹性柔软度都不错 店里只剩下六号六号半和七号了 欧莱雅补发根的这个喷雾 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它的折扣也非常大 9块钱off 但非常可惜 它没有黑色 我很想买黑色给我妈寄回去 希望Costco赶快进一点黑色 看到了Costco的蓝莓干 这个蓝莓干非常不错 但是有一点呢 它的糖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40克蓝莓干里面就含有28克糖 我觉得这个糖的含量非常的高 冷冻的野生蓝莓和新鲜的有机蓝莓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所以这个蓝莓干我就不买了 旁边是有机的枸杞 因为我们家熬粥都会放枸杞 所以吃得特别的快 今天再买一包 旁边是这个有机的樱桃干 这个我从来没吃过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如果大家有吃过 觉得挺好吃的 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看一下成分表 这里面加了13克糖 它总共的含糖量是30克 总共的含糖量30克 在40克的这个干的樱桃里面 就有30克的糖 这个含糖量我觉得有点太高了 Craft品牌的parmesan cheese在打折 但这个我不推荐 因为它这个里面有cellulose powder 粉状纤维素 它是一种添加剂 用来维持它的形状 一直是粉状的这种cheese 但是它在口感上比起来原始的块状的 parmesan cheese要差很远 Costco在冷藏区有非常好的 parmigiano reggiano cheese 有24个月和36个月的都非常不错 待会儿在冷藏区我会给大家看 说到cheese 又看到了wisps这个零食 上次看到的是parmigiano口味的 这次看到的是asiego跟paperjack口味的 这个有辣椒在里面 它的cheese没有那么咸 有点辣 这个比之前那个要更好吃 每日摄入量的百分比 也就是daily value 那钙是有25% 它的蛋白质有24% 很不错的一个零食 主要是好吃 去冷库里面逛了一圈 看到了Costco自己牌子的 95% grass-fed的butter 它的价格比carigold便宜一点 它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 Kirkland这个来自新西兰 carigold的butter来自于爱尔兰 Costco的asparagus 鲁笋非常好吃 很嫩 不干不柴 我用它来炒鸡蛋 炒牛肉或者是青炒 都很好吃 另外鲁笋不一定要买有机的 鲁笋本身不容易携带农药残留物 鲁笋也非常的健康和有营养 有机蓝莓 Costco这个有机蓝莓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今天看到的有机蓝莓非常大 也非常新鲜 挑蓝莓的时候 首先看它的颗粒很大 很饱满 然后翻过来看它的盒子底 盒子底如果没有破损的 那就说明它这个蓝莓很新鲜 前面说到的在冷藏区我会提的这个 parmigiano reggiano这个cheese呢 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parmigiano cheese 如果你喜欢吃意大利面条的话 这个cheese是非常推荐的 Costco有24个月的和36个月的 13块9毛9跟15块9毛9 差别其实不是很大 36个月的这个parmigiano reggiano这个cheese呢 它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厚劲 相比24个月的这个 区别不大都很好吃 走出冷藏区看到了小孩子的衣服 忍不住给女儿买了一条裙子和两件泳衣 夏天的时候就可以穿出去玩了 夏天他们游泳和去沙滩玩的次数比较多 泳衣要多倍几千 好了今天就逛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拜拜